那沒有回傳池,它直接就在這邊print出來 可是實際上,另外一種方法是 我print,我可以不要在這邊print,而是我在這邊 這個底下這兩行是組成式 上面這個是一個 function 那我可以怎樣呢 我丟給你,你將來的話,你做完告訴我結果就好了 你就把結果return,那個叫return 給我 那我來print出去 OK,這其實還蠻常用的 所以有些公司,他們 就是寫那個function的人是另外 一部分的人 然後呢 主程式的話又是另外一部分的人 就是說,他們分工去 合作撰寫這個程式 那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植數是 某一個數字是不是植數,但不一定是不是 就類似我的有這種需求 然後把這個需求提出來 那你幫我寫 那寫你怎麼寫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丟一個數字給你 那你return給我的 就是 告訴我 是或不是 或者是說你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呢 一個字串就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蠻多 有很多類似的應用嘛 像比如說我今天要做車牌辨識 那我就照個像 我丟給你 把那個 圖丟給你 那你不要告訴 你我也不需要知道說 後面你成什麼 成什麼寫 你只要告訴我那個車牌號碼 是 是什麼就好了 一個字串 return給我就好了 有沒有 像現在很多那個 車牌辨識的 機器嘛 不就類似 類似的原理原則 或者是說呢 做那個 門禁管制嘛 我就丟一個相片給你 你就告訴我是不是我們公司的人 就好了 OK 而且你不能說做的不精確啊 你要那個 做的要很精確啊 哪怕是說 他可能因為髮型改變 或者是稍微小整容一下 不要整得太誇張 你都能辨識出來 這樣 那背後至於你怎麼寫 我不管 那個就是有點類似 就是用那個 Function的方式寫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一個 那 什麼叫模組有沒有 如果一個模組裡面有很多個Function的話 那 等於是說呢 你就可以 我呼叫 那個模組 所以我可以 import那個模組 那我再去呼叫那個模組裡面的某一支Function 那未來在 很多程式裡面會這樣用 OK 那我要怎麼return 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就是這個地方呢 我就不是用print的 而是 特別注意我這邊改一下 改成叫什麼 return return的話呢 直接在print的這個位置 打一個return 其實你 Eclipse裡面 打一個 R 看就有個return了 後面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 這個東西 如果是 如果是直數 那我return 這個給你 那反之的話呢 一樣 所以在同樣的位置上面 我就return return 是直數 所以return可能 return是直數 或不是直數 反正兩個其中一個 那問題是 我到時候 它回來的話 就是一個 字串 所以我要把這個字串print出去的話 那我就打一個print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就跟剛剛不一樣喔 我是 把它 return給我的東西 做print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底下那個主層式部分 變成如果它是return的話 那你就要 把 接收到這個字串 再重新輸出 OK 剛剛早上的寫法是 沒有回傳值 這個寫法 是有回傳值 那理論上 它用的比較多 應該是有回傳值 這樣我們可以分工嘛 反正你告訴我結果就好了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我告訴你需求你去寫 然後呢把這支程式給 把那個function 把那個module給我就好了 然後我再把它呼叫進來 就OK了 這樣不就可以達到 多人 一個team 做開發的目的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那我們來看 其實執行結果一不一樣 其實理論上 應該也是會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我這邊打個52 不是直數 打個51 40 不是直數 51 53才不是 53 是直數 OK 那應該 就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做那個 第一個 制定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有return值 OK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們去 那個假設啦 從事這方面 工作的話 其實剛開始 菜鳥 通常會叫你去寫function 就好 主程式就是 比較有經驗的工程式去做 所以 比較有經驗工程式會 叫你說 你去幫我寫個function 那你就要 把他 到時候寫的function 再丟給他就好 OK 就一直練習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寫一個 那這一部分的程式 一樣 在雲端上面的話呢 我是把它放在 第 在上面這邊 OK 制定函數 嗯 應該是在 郵輝船子這裡 在第15頁的地方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 底下我還有 提供就是說 VBA的版本 比如說我今天呢 在VBA裡面 如果要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 要該怎麼寫 那回圈的寫法 這個之前有講過 那如果是百分比的話 就是那個 求餘數 在那個 Python是一個percent 那在VBA叫mode MOD OK 其實用法差不多啦 只是說後面的話呢 就等於 這邊 VBA是一個等於就好了 Python是等於等於 這個也是蠻 常遇到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還有 Break 在那個 這個什麼 Python叫Break 可是在 VBA叫 這個sub 就離開這個sub OK 所以 提供給各位參考 反正你 兩邊最好是 知道說 不同的地方 那以後不管說 你在哪個環境 你想要寫一個 對應的程式 那 只要你有環境 管它是 VBA或 Python 你都可以很快 可以把它寫出來 這樣的話 當然是最好的 OK 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來看猜數字的遊戲